为了让身心障碍者有更多机会参与运动休闲 长居花莲的传教士夫妇威乐义和何丽安 透过仙云阳华美和花莲施工所协调 26号在大本运动公园举行的得胜者棒球联盟球赛 为其7周的伸仗儿童棒球比赛 期盼地方政府可以更重视伸仗者运动休闲权 同时也可以让照顾者有喘息交流的空间和机会 长居花莲十年之久的传教士夫妇威乐义和何丽安 有感于儿子是唐氏症患者 很难找到适合身心障碍孩子参加的活动和场所 在返美期间接触到得胜者棒球联盟 发现是一个适合各年龄生障者的活动 回到花莲后 透过花莲现议员洋花美的协助和花莲施工所协调 在艳阳高照的26日上午 与大本运动公园举行第一届的得胜者棒球联盟 主爱我们的孩子出来运动 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包括身体上的困难 包括心理上的困难 包括家庭支援的困难 你知道养家一个孩子 常常人家要讲蜡烛两头烧 我要讲的不是两头烧 是整个家都烧起来了 我们面临严重的支援不足 加上心理困境 加上家长要买着赚钱来光与这个孩子需求 他更没有时间做陪伴 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 我们看这个特别小孩 常常没有机会 可以心想 可以玩这个棒球 所以我们想给他们这个机会 会很兴奋的一个机会 玩棒球 让他们很高兴就有那个棒球的感觉 主要是说赢不是重点 重点是让他们能够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感受这个太阳 感受这个草地 感受这个流汗的感觉 那我认为另外一个方面 是让这些家长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就是因为这次的活动 召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志工 一起来一对一的协助 也包含每一次打击之后 他那个球场上的副员 都有非常多的志工来协助 包含东华大学特教系的学生老师 包含台电的棒球队 包含特教的特教学校 公所还有我们办公室 以及还有圣教会工会等等 那这样这么多的团队来支持这样的球赛 是花莲第一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未来花莲四公所也会持续的来借场地 那也会维持我们未来一些运动设施的一些改善 那继续让这些场地 能够符合到生命障碍的朋友们 能够共同来使用 在美轮进行会牧师蔡之间的祷告后 邀请包含市长等人一同开球 2022得胜者棒球联盟活动为期七周 让生长孩子以分组方式轮流打击 由家长或志工陪同孩子一起跑累 只求过程的享乐 不求结果的胜败 期盼多过活动 让地方政府以及更多人 重视身上朋友的运动休闲权 同时也让照顾者能有喘息交流的空间和机会 记得蒋方燕华联士报导